為了要讓小孩的當時塞到蝦川生活 安兵庫西門試驗小客 是特別安排一張校園庫庫 帶到學生前往到北門的路底膏 體驗蝦民生活 在社區老蘇都能來由蝦川 從處理的蚵仔到在製作蚵仔碗粿 新機構出別庫庫庫庫 讓學生在實際參與當中 競加林曼台南海山的生態特殊 小孩好在蝦川裡面找野生的小動物 大家都很好奇 駕駛駛駛做什麼 這是安兵庫誰問是蝦川的學生 這回來到北門路底膏 體驗蝦民的立場生活 了解北門沿海心態 今天的活動有安排漁村導覽 然後私域教育的部分 我們就讓學生來體驗做蚵仔碗粿 然後還有我們在地私木魚漿 然後把它做成私木魚碗的這個項目 然後最後我們會讓學生來做一個 一日蚵農的一個體驗 然後在中午的時候我們就把大家 今天製作的一個料理 然後來做產地道餐桌的一個呈現 然後讓大家品嘗 我們在地的那個農魚特產的一個風味 這齣的好玩夠好 學生除了對著老蘇德蘭來探射魚村 也青春最著沙漠魚碗跟蚵仔碗粿 透過澎湖德蘭的體驗 也是讓學生經驗實施巴默的在地文化 其實小朋友到這樣的一個環境來 因為這邊是一個漁村 然後他小朋友其實早上進來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很特別 因為整個漁村裡面看到的都是一些跟養科 還有跨鵝啊 像一早來就是看到阿嬤在跨鵝啊 然後還有帶他們去那個剛才到漁港那邊去參觀 有看到那個交通作法 然後海邊的生物 我覺得這一些幫話說這裡的空氣 還有阿嬤阿公阿嬤路上給他們的回饋 他們都覺得很新鮮很興奮 新疾有趣味的時期到達的確定 讓學生在這餐廳的過程當中 除了很嚴重的地勢跟了解料理的來玩 也就是找出讓學生經驗自己 賣台南海山的山野地勢 既然是沒有人幫忙哭唱不得